搭飞机老师听到什么燃油费上涨这样的情形 天上飞的在涨地上跑的也在涨 台中有部分的安养院因为物价油电双涨负担加重 就发文给市府说要调涨费用 结果被打了回票 但是有些学校的校车 交通费用已经跟着调涨了 最多达到了150%的涨幅了 台中市政府正在眼里能不能够以公车来取代校车 终于等到放学时间 同学们准备回家去 但你知道吗 现在油电双涨就连校车费用也还涨 台中嘉阳高中的交通费从去年的五千一 这个学期涨到了六千八 台中二中的南区路线 每个月也从八百三十四元涨到了一千四百元 涨幅高达六成多 明道中学路线也有五十到一百五的涨幅 一人一坐 然后跟那个公车的那个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差异的存在 希望未来慢慢的把这个校车的部分用公车来取代 部分学校交通费用调涨 市府表示会继续查访 也将协调把校车路线和公车路线整合 方便学生上下学 也能省些交通费 只不过受到影响的还不只有校车 安养中心里老人家开心唱着歌 台中有部分护理支架和安养中心 也因为物价和油价双涨的关系 有业者发工文向市府申请调涨一千元 但对家属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真正去使用的很多的都是属于比较弱势 或者有需求的 希望他们在这个时候可以供体时间 台电中有这些老大哥涨价 地方政府有难 虽然财政出现赤字 但还是不在国外支出的状况下 帮小老百姓们把关过荷包 中间新闻连家建成玉柔台中采访报道